我从我爸手上继承的聚员堂,经营范围很广,看风水,阴阳,八字,运倒,破小人,口舌,关口,太碎,立堂口,还替身,直小而液体。 当然,钱给到位的话,痔疮和腰椎肩盘突出也能治。 纯中药,疗效好,常年出售烧纸元宝。 广告一打完,直播间的弹幕就刷着一水的哈哈哈哈和神棍。 我不服气,我祖上那会儿,明明是叫断命似的。 今天接了个大活,一个土豪,要买宅子,请我看风水。 本来直播要割了的,但是观众老爷们都吵着要看外景。 我能怎么办呢?他们那么可爱,还那么多打赏。 我站在小区后面的山腰上,俯瞰全貌。 面山杯水,赴阴抱羊。 东进西收,藏风俱气。 丑尘山高,掌房得财。 人子望水,主大发,镜头随着我的视线,慢慢移动。 正说着话,就看到一个别墅的外面,趴了个男人。 大白天的,那人衣衫破落,在小区爱琴海装修风格的蓝白房顶上攀爬。 着实显眼,镜头一晃而过。 我举着自拍杆,调转镜头,装模作样地捋了捋并不存在的胡子,语气满是遗憾。 这种大富大贵之局,居然只建了这么几座别墅。 不愧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楼盘。 要不是买不起,我现在就签认购书,结果弹幕不听我巴巴了,一个个嚷着提醒我看。 小区左下的房子上,那个男人不对劲,四肢僵硬,动作诡异,衣服上全是泥,就像刚从土里爬出来的,一看就不是正常人类,我是征服了这些观众。 居然能从那不到两秒钟的停顿里,看到这么多东西。 我想当没看见,都不成,只得无奈敏唇,皱眉泽了一声。 活狮,活狮行了吧? 年纪轻轻的,一个个好奇心这么重呢? 太阳没毛,鬼门不老。 今天可是七月半,白日见活狮,主大兄,大幕显然没有被我吓唬住,纷纷让我转镜头,扔符咒。 我不满意,不转,不扔,一身反骨,谁都能掌控我了。 中元节,地观赦罪。 说不定人家只是怀念亲人,趁着假期回来转转。 更何况,万物坐而俯始,是干我们这行的规矩。 苦主不找上门,我们是不能主动干涉的。 不然运到就乱了,他们没理我,开始打赏满屏的特效。 我神色如常地调转了镜头。 屏幕里,那人从别墅房顶,已经爬上了外墙。 头下脚上,像壁虎一样,牢牢吸在墙壁上。 活狮,顾名思义,就是能活动的尸体。 没有心跳呼吸,也没有血液。 我们广为人知的介石还魂,是其中一种。 还有就是由蛊虫或是浮树操控的。 不太常见,活狮爬上空中阳台, 正拿着别墅主人晾在外面的内裤, 放在鼻子下边闻。 弹幕溢水的省略号。 我淡定开口,大惊小怪, 还不准人家有点个人爱好。 猥琐又变态了吗? 光天化日活时出没, 确实不多见。 直播间这帮没见过什么市面的观众们就开始众筹, 一人一个小礼花。 别墅主人一定有危险, 快救人呀, 扔福扔福, 念咒念咒, 冲上去, 刚塌, 我被资本成功说服。 我在别墅门口站定, 好紧张啊, 只看过主播隔空济幅, 终于能看到现场版大杀四方了吗? 求求主播, 一会儿手别抖, 我有点担心, 屋主会不会已经, 妈呀, 我已经脑补了犯罪现场, 嘘嘘嘘, 看主播的姿势, 准备踹门了, 我闭上眼睛, 气沉丹田。 然后, 暗搓搓, 把耳朵贴在了门上。 针从心, 屋里静悄悄的, 没有任何打斗或者呼救的声音。 能住在这的, 那绝对非富极贵, 肯定不能贸然闯入。 万一活尸狗急跳墙, 真的伤了人, 不好收场。 我踩着围栏, 试图扒着窗子看清里面, 结果咔哒一声, 门开了, 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 相貌好, 气质家, 一眼万年的那种。 卧槽, 这不是秦朗峰吗? 京权太子爷, 妈妈呀, 居然能在这看见我男神, 这是什么宝藏直播间, 就算弹幕不说, 这人我也认得, 天天上新闻。 秦氏集团继承人, 京圈二代头部, 秦朗峰。 据说秦家人个个都来头很大, 横扫政商两界。 响当当的人物, 这个楼盘就是他家的, 他以着门框, 自下而上打亮了我一眼, 雨带嘲讽, 需要我帮忙报警吗? 却认过眼神, 是惹不起的人。 我赶紧从围栏上下来, 尴尬地咳了两声, 道, 道也不必, 我跟星连海运的, 纪总和德加商贸的林总都认识, 真不是偷窥狂, 我把手机藏到身后, 干笑道, 就是刚刚看到有人, 翻窗进去了, 想提醒, 你注意一下, 他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你以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我家的门, 这话可就有点寒沙摄影的意思了。 我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屋里, 没有搏斗痕迹, 没有犯罪现场, 我后退半步, 礼貌点头, 那就不打扰了, 走出别墅十几米了, 我看到秦朗峰还在门口, 抱着手臂, 似笑非笑地盯着我, 眼神复杂, 我看不懂, 我假笑着冲他白白手, 加紧几步转了个弯, 你们男神没有危险, 满意了吧, 弹幕都快吵起来了, 呃, 男神滤镜碎了, 他好没礼貌, 人家那是个性, 有资本, 不用礼貌, 为所主播都扒窗户了, 还要礼貌地请你进门吗, 他那么有钱, 干什么都正常, 我没吱声, 太正常了 才显得不正常 秦朗峰家里阴气很重 一开门都顺着毛孔往皮肤里钻 让人不舒服 风水绝佳之地 却聚了这么重的阴气 让我多少有点在意 关键是秦朗峰身上干干净净 阴邪之气一点没沾 很怪 别吵了 难道就没人关心活尸吗 就是那么大一只活尸呢 我可是亲眼看见 他爬窗子进屋的 是不是走了 我掏出一枚玉坠 热得烫手 活尸肯定还在哪 这个京圈太子爷不对劲 我又回了别墅 站在围栏外边探头探脑 弹幕都在看热闹 还有扬言要报警抓我的 我择了一声 摘下手表扔了进去 捡个东西 不犯法吧 六 这操作太骚了 学到了 我必开设 向头 干净利落地翻了进去 这年头 但凡是有点资产的 都信命 拜过不止一位风水大师 秦朗峰这个级别的 必然也请了 干我们这行 帮雇主在家里设计各把暗格格间阵法禁制是常事 所以在我发现 掩藏活尸的障眼法之时 并不算意外 不过去了静止的那一刻 还是有些惊讶 格间太大了 足有七八十平 彭上吊着十二盏结婚用的大红纸灯笼 墙边摆的却是明记用的纸人纸码 有点渗人 整间屋子都透着股诡异 跟外面奢华时尚的装修 显得格格不入 撩开木脸 我差点惊呼出声 格间正中放置了一个巨石圆盘 边缘雕刻着各种皱纹符号 燃着明纸相逐 阵仗看着眼熟 应该是祭台之类的 很多术法都能用到 活尸被七颗阵魂钉 钉在圆盘上 表情痛苦地看着我 张着嘴 发出呜呜的声音 我眉头微醋 他嘴里黑洞洞的 舌头竟然被连根拔了 我赶紧把镜头挪开 免得直播间被封了 他是我师父之前 收过的一只厉鬼 身后突然有人出声 我慌乱地回过头 是秦朗峰 我无感向来敏锐 居然都没发现他靠近 见我警惕后退 秦朗峰轻吃一声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现在跑是不是来不及了 我强作淡定地跟他对质 你也是术师 小时候身体不好 被送到玄城道人身边 待了两年 他随意地耸了耸肩 不算术师 我撕了一声 果然优秀的人 都只和优秀的人做朋友 直播间的观众 都或多或少 对这个圈子 有兴趣或者有研究 好多人都认识 玄城道人 术师圈头部 德高望重啊 听说在医药炼丹天文 力算兵学 住建道教疑点 好多方面都很有建树 好像还参与过一项国 自投的药物研究项目 对对对 老多名人都求着他 给看风水的 不是早就归隐了 是当神仙去了 我怎么听说 玄城道人是死了 但是肉身不服 我是没见过 也无从考证 不过如果秦朗风师 从玄城道人 那他身上有各把灵气法器 不沾阴气 也算合理 我转头看向活师 你说他是厉鬼 秦朗风语气不耐 不过跟之前 比已经客气了很多 为了吸取阳气 一夜之间涂了六户人家 本应在明府受罚 却趁着今日中元节 鬼门大开 逃了出来 不知在哪偷了一具尸体 来找我复仇 他盯着活师 谋底闪过一抹厌恶 恶鬼出逃 导致鬼气四散 罪大恶极 活师像是受到了什么刺激 忽然猛烈震动起来 一把攥住我的手 我吓了一跳 后退半步 盯着手腕上肉眼可见的 出现一圈黑色鬼气 秦朗风一把掰断活师的手臂 指尖站着桌上的黑狗鞋 抹在活师的印堂上 活师再度被压制 张着嘴低吼 像是恨不得把他活丝了 我捂着手腕缓了口气 这是在屈魂 静魅阵 秦朗风随意地摆弄着一根阵魂钉 语气轻慢 他心魔一声 放不得了 一连几天 我都在琢磨活师的事 桌面上放了一张皱皱巴巴的字条 是在秦朗风家隔间那天 活师抓我手腕的时候 偷偷塞进我手里的 尽管他脸不僵硬 做不出什么表情 但我莫名感觉 他没有恶意 抓我手的时候 不像是要伤我 倒像是脱孤 没有来由 就是一种感觉 我摇了摇头 厉鬼托孤 要不要这么荒唐 纸条脏兮兮的 上面歪歪扭扭 写了几个数字 好像是生 沉八字 我断过 八字的主人命格很好 年龄不大 但也确实是死了 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我撑着下巴 无精打采地打发掉 直播间的连线客户 弹幕不乐意了 主播这两天 有点心不在焉啊 挣钱都不积极了 爱财如命的人设 快要崩了哇 崩不了 肯定是背着咱们 接了什么大火 有可能 都泪出黑眼圈了 啊 肯定是那种 驱使小鬼搬钱的法术 还有这种好东西 跪求主播上链接 驱使小鬼 我反复扎摸着这几个字 瞳孔一缩 猛地坐直身体 难怪心里七上八下的 一直觉得有事 秦家阁间里的那个 根本就不是什么驱魂散破的静魅阵 我翻箱倒柜 找出我爸留下来的一堆古书 终于翻到了那个阵法 十八名孩阵 难怪眼熟 我爸曾经说过 十八名孩阵是将术中最为邪门 且逆天的阵法 只需七日 即可把活诗练得更凶 并且收为己用 我仔细回忆了那天 在秦家看到的场景 对比书上的记录 确认无疑 算时间 今晚便是七日之期 秦朗峰到底要干什么 我捏着柔柱的纸条 心里愈发感到不安 他不会是用错了阵法吧 练化过的活诗 我们称为诗煞 道行堪比百年恶鬼 若真的等到七日竖成 怕是就不好收了 我一拍桌子 还是得去一趟 如果真的出了错 应该还来得及补救 我要下播 可是直播间的观众们也要去 自从上回秦朗峰露脸 我的粉丝就口口声声说要爬墙 毕竟是京圈太子爷 帅气多金有个性 意外的是还会驱邪除惠 一指压活尸 很勾人 甚至有几个娱乐圈的小明星 都时不时来我这蹲着 借口补挂转运 其实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接触上他 我在蹭热度 这方面向来没什么底线 开着直播就过去了 到秦家小区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不少居民吃过饭出来溜达 小孩子跑来跑去 广场上还有遛狗的 挺热闹 我一边跟弹幕聊天 一边往别墅走 越走越觉得不对劲 不知道什么时候 周围生起了浓郁的白色雾癌 原本溜弯的人 脸竟然慢慢都变了样子 他们衣着各异 却都苍白发青 嘴唇血红 眼睛的位置 只有两个黑漆漆的洞 手里拿着枯桑棒和招魂帆 摇摇晃晃地围住我 这是烧给逝者的纸扎人啊 我脑子瞬间回忆起 秦朗峰家阁间里 靠墙放着的那一整排指人 毛山控指数 看操控指人的数量 对方实力不俗 感觉到指人身上强烈的怨气 我下意识摸向后腰 摸了个空 没忍住 骂了一句 没带包 失策呀 嘿嘿 随着一声尖细的轻笑 一个红衣纸人 搜得一下凌空掠过 我瞳孔一缩 趁着躲闪转身的空荡 撸下手腕上的珠串 一把扯断 屈指弹出珠子 精准打中红衣指人 那指人哀嚎一声 燃起青绿色的火焰 片刻便被稍微灰烬 祖传桃木手串 趋及避凶 撒斗成兵 晚点找我上链接 我嘴上打着广告 手上却没停 接连打碎几个纸人 趁着空荡 拽了拽肩膀的衣服 盖住伤口 他们出现得太突然 我又没有趁手的符咒 就算是迅速应对 还是不免被指人手里的 哀嚼重重抽了一下 已经溅了血 刚刚鸦雀无声的弹幕 瞬间炸开了锅 许是被血腥气刺激到 指人们全都冻了起来 嗖嗖嗖地 到处乱飞 在空中留下一道道虚影 我仗着伸手灵活 腾挪躲闪 左 吃幼处 还是免不了被打中几下 珠子数量有限 很快就用完了 指人还剩不少 我吸了口气 难缠 教我杀鬼 与我神方 上呼玉女 收舍不详 焰怪潜贵 退 我喝出破济令 将指人生生逼退 又找了个空荡 贴地一滚 窜出包围圈 雾气越来越大 什么都看不清 指人可以轻松隐匿在雾里 随时出手偷袭 局面不是很友好 我扶着膝盖微微喘息 又念了个刚咒 凭空打出一阵狂风 雾气太浓 刚风只勉强吹散了一小片 又很快被再次填满 那也够我看清楚周围的情况了 跟我想的一样 场景已经变了 不是小区 像是坟地 是个幻阵 天罡阵法家毛山控指数 秦朗风 竟然想要我的命 过了此时 施煞就炼成了 就只是一个照面 我甚至连秦朗风的目的都不清楚 就被涉服诛杀 若是施煞炼成 我毫不怀疑第一个死的人就是我 我扯下一片裤脚 又把随身带着的朱纱袋取下到空 咬破纸尖 沾着朱纱 刷刷几下 直接在布料上画了个血符 五星震彩 光照玄明 千神万圣 护佑真灵 巨天猛兽 制服五兵 五天魔鬼 亡身灭形 万神斥令 初 符咒祭出 半空骤然爆出五色霞光 驱散了漫天浓雾 指人瞬间化为积粉 被风吹散 以血济符是带着效果加成的 用来对付控指数 过于大才小用 但是这会儿也没别的办法 没有指人的阻碍 幻阵并不难破 结合奇门十二宫加上九星天下 很容易推出阵眼和阵脚位置 我掐算着方向 跟着变幻走位 脚下生风 干净利落地 拔了三处震机 灵气一荡 震开 幻阵灭了 我才看到 自己居然不知不觉 走到了小区后面的山上 再多一步 就要摔下去了 我亮腔后退 抹了一把额头的冷汗 直播间的观众也跟着在安慰我 继续服很伤元气 我坐在地上歇气的同时 迅速理了一下思路 秦朗峰说谎了 他的能力 不敢说在不在我之上 但绝对不是在玄城道人身边 只待两年就能达到的程度 我抬头看着当空的昊月 时间不多了 他很明显是在拖延 若是现在去秦家 我没有把握 能在子时之前中断十八名孩震 硬碰硬是下侧 那上侧便是我起身 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冲摄像头玩耳一笑 三十个嘉年华 带你们见见试面 吃点好的 我没回家 去了城郊的老宅 这是我爸收删之前的工作室 能找到所有我需要的东西 固定好手机 我翻箱倒柜 挑挑剪剪地 最后居然真的让我 找到一个充气娃娃 我趴在上边 一点一点吹掉娃娃身上的灰尘时 弹幕都惊了 青天白日 朗朗乾坤 主播你要干什么 这是不打赏就能看的东西吗 我是不是走错直播间了 朝管都来好几趟了 这什么限制极剧情 不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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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 一个个年轻轻的 脑子都想什么呢 我拍了拍充气娃娃 咱们可是要跟京圈太子爷 抢活尸 可全靠他呢 冒昧问一下 是让娃娃去抢吗 人家美人计 好歹还是个美人 你这啥 这娃娃 品相一般 我男神不一定瞧得上 拿出来点成一行吗 各位看官坐稳服好 我放好火盆相按 拿出纸钱元宝 摆了一排的大米黄纸 朱砂笔墨 又找同城送下 担了一只活鸡 这才抽空回复了一下弹幕 接下来 将是你们从未见过的场面 我们断命师一脉的表演时间 夺魂之术 我在房间的东南脚点上 一只蜡烛 火苗不大 但是很稳 活鸡被拴在桌角 罩着一层黑布 一直咕咕咕的叫 我燃了三柱共香 一边走方位 一边絮絮叨叨的拜四方神 未寻真灵 借此跪地 鬼差莫挡 地先回避 若有冒犯 有怪莫怪 闲杂人等 速速离开 我把活尸给我的八字 端端正正写在黄纸上 贴在冲气娃娃的胸前 这组八字究竟是不是那只恶鬼的 我不知道 但是现在除了赌 也没别的办法了 我将娃娃立在墙边 又请出我爸留下的绝无仅有的绝品单纱 对上雄黄和烈酒 普通人只有206块骨头 只有少部分的人有207块 多出来的那块 我们通常叫做脱仙骨 拥有脱仙骨的人 一出生就可以称为半仙 大家熟知的出马仙 灵媒 阴阳仙 都有这块骨头 若是要请魂上身 也必须有脱仙骨 才能承受得住 跟其朗风对线抢活尸 时间肯定是来不及的 那就只能用这种阴招 直接抢祭于活尸体内的那只恶鬼 没有了恶鬼 那就是一句普通的腐尸 成不了尸煞 到时候对恶鬼收也好 官也好 送回名府也好 总归是好处理得多 我没有脱仙骨 怨魂没法请上我的身 我爸倒是有 但是我妈不能让 会打死我的 只能走走偏门 我拿狗为笔 占宝丹沙 在冲气娃娃的天庭处 细细画上三条红线 一道福头起天兵 二道福为鬼神经 三道所求皆可成 凶神恶煞走 千里之外形 画了他满身的符咒 我割下笔 很是得意 给他做了个假托仙骨 骗不过神佛 骗骗小鬼还是绰绰有余的 我咋这么机灵 这个娃娃 就是那只恶鬼的心在体 我看了一眼手表 已经将近十一点了 得加快速度才行 我调了一下摄像头角度 交代到 待会我撒饮露米的时候 你们不要看我身后 也不要回头 不然被什么冲撞了 找我迫是要花钱的 弹幕早就被我这一顿操作震到了 哭喊着说 不敢看不敢看 打死也不敢看 还说不劳我费心 现在就走 结果直播间里 人数一个不少 已经破了百万 有一个算一个 真是又菜又爱玩 撒了米 扔了过路前 还要稍往生指 烟雾缭绕 徐徐上升 守着火盆 屋里的温度不升反降 呼吸都隐约带着白气 窗帘无风自动 不用回头 我都知道有一堆小鬼在背后探头探脑 今天是七月半 鬼门大开 招魂树把这帮闲杂人等招过来 也在意料之中 我头都没抬 扔火盆里一叠黄纸 朗声警告道 跟你们没关系的就快点走 头七的去回魂 路过的去投胎 今天这个热闹 你们凑不起 弹幕都要哭了 我妈问 你在跟谁说话 求求主播 痛快点 吓死我们吧 我都热泪盈眶了 小鬼们走得走 藏得藏 墙角的烛火晃了凉晃 毫无征兆地熄灭了 我转头看向窗子 来了 然后把手里的黄纸 全都扔进火盆里 一股狂风停地而起 卷着盆里的纸钱 渐渐包裹助力于墙边地冲起娃娃 娃娃突然倒地 不住颤抖 却迟迟没有亡灵上身 我眉心微醋 端起装着糯米的托盘 猛地掀开照着公鸡的黑布 一把扬了上去 公鸡扑腾着翅膀 昂起脑袋开始打鸣 灵体在天光破晓的瞬间 是能力最弱的时候 所以招魂术通常在凌晨时分失数 比较容易成功 今天时间来不及 临近午夜 偏偏又是灵体能力最强的时候 我做了个假托仙谷 又利用机叫做了个假破小局 可活尸体内的恶鬼还是没来 娃娃天庭上三道鲜红的朱砂印记 已经隐隐变成了黑色 是秦朗峰 原本我还不确定 那个八字到底是不是恶鬼的 但既然秦朗峰出手蓝了 我心里就有了数 日出东方 赫赫扬扬 宇宙有死 力展不详 一切鬼怪 皆离无绑 三界之内 何物敢当 我大声喝出射咒 狂风瞬间撕裂了 冲气娃娃身上的八字 在耳边呼啸 乍一听 像是无数人齐声哭号 我咬着牙 沾着朱砂 虚空画符 然后用力一推 冲气娃娃身上画的符咒 发出刺目红光 随即渐渐暗了下去 风停了 呼声也停了 娃娃翻了个身 我看了一眼手表 午夜 十二点整 像是对这具身体还不熟悉 冲气娃娃试了好几次 才扒着桌子 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他低头看着心身体 光洁流畅的线条 默默剪了一片窗帘 围在腰上 像是觉得不合适 又拎在胸前笔笔画画 氯气不算重 还有点呆萌滑稽 我暂时打消了收服他的念头 拿了一件外套扔过去 他穿戴整齐之后 对我鞠了一躬 这才开口道 断命师 你好粗鲁 声音有点耳熟 忘了在哪听过 什么情况 既然他给我的那个十八字 就证明 他确实是对我有所求的 你跟秦朗峰到底有什么过节 若你为了吸取洋气杀了那么多人 他灭你是应该的 我没有 他一听 情绪就变得很激动 直接丢出来个王诈 我才是秦朗峰 他杀了我 还抢了我的身体 我挣住了 又喝 这位浓妆艳抹的充气娃娃 自称是京圈太子爷 难怪觉得声音耳熟 才听过不久 我接手秦家产业第二年 他就约我见面 给我喝了什么东西 醒了之后 我才发现 被他抓起来了 说到这 他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恐惧 他说想借我的身体用一用 怕我不信似的 他抓着我的胳膊焦急道 我真的没有杀人 是他杀的我 既然你是断命师 那你一定会看 他扯开外套 挺着胸脯 靠过来 你好好看看 我真的没杀过人 早就看过了 三六弟 挤得慌 不过若是秦家别墅里的那位 和眼前的这个三六弟相比 我还是更相信后者一点 我略带尴尬地推开他 你命中是有结 可横死的魂 明府是要喝茶的 你没说吗 他摇摇头 我没去明府 我死了之后 一直被他关在一个罐子里 后来陆陆续续又关进来几个女生 都是被他害死的 趁着今天鬼节 他们尽了全力帮我逃出来 想让我去帮忙报仇 没想到刚到那 就被抓住了 我无奈抿唇 以卵击石 这有什么想不到的 富贵人家的少爷 肩不能提手不能扛 被人捧着长大 刚入社会不久 哪懂得人心险恶 我批了八字 他是五年前死的 照他所说 很多魂体这些年 一直被关在罐子里 连明府鬼差都没能发现 必然是有些手腕的 我心下一动 杀你们的是谁 他咬牙切齿道 玄成道人 我责了一声 我年纪上幼的时候 玄成就已经成名 在圈 子里 是价格最高的那一波 后来听说四十几岁就隐退了 我爸还感叹可惜来着 我面露难色 可能打不过 秦朗峰会错意 不知从哪掏出来厚厚一叠粉红钞票 我有钱 只要你帮我 多少钱我都能给 怕我闲不够似的 又掏出来好几叠 一起堆到我面前 我心动了 但还是有点诧异 你哪来的钱 秦朗峰还有点不好意思 去别墅的路上 跟几个的副灵 那转的 他们死的年头掌 有家人给烧 我眯眼 拿起一叠纸钞 看了一眼 天地银行 面值百亿 很好 弹幕都笑疯了 上次那个大活就没收到钱 这次又弄一堆名币 主播时惨 容我笑一分钟 虽然你哭得很伤心 但是我笑得很大声 男神也惨 我男神不愧是秦家继承人 做鬼也能赚来钱 难怪被坏人盯上 我们众筹 求求主播帮他 深更半夜 一个画着满身符咒的充气娃娃 捧着名币 直勾勾地盯着我 等我点头 这场景太诡异了 我象征性地抽出一张揣了起来 局气道 这当我接了 不接也不行了 人都抢来了 玄城那边不会善罢甘休的 秦朗峰小时候确实在玄城身边待过两年 他阴气重 容易招惹不干净的东西 加上身份地位在那摆着 所以玄城会选择夺他的身体 这不难理解 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搞清楚 比如玄城想把他炼成尸杀 是准备做什么 秦朗峰说不知道 玄城为什么要杀其他的那些女生 秦朗峰也说不知道 甚至那些魂 自己都不知道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除了秦朗峰之外 死掉的那些人都是女生 而且没有亲人 玄城利用数圈大佬的身份 去接触他们 然后悄无声息地杀掉 所以这么多年 没人报案 那他们的尸体呢 秦朗峰摇头 我无奈 所以这五年 你被关在哪 也是不知道的吧 心丧就被长期囚在禁制里 虽然不影响神志 但是五感一时半会儿 不会那么灵敏 初见他时 他正在别墅外边纹玄城的衣服 应当是浑浑噩噩 顺着气息找过去的 秦朗峰果然还是摇头 但是又补充说 他不记得准确位置 却能带我去 事实证明 秦朗峰真的 不愧是商界奇才 确实有头脑 他闭着眼睛 嘴里一直叨叨叨 直着飘七百八十二个数 听到气笛声左转 有朦胧光感 再又转挑五百三十九个数 遇到第九个障碍物 就转向 最后停在一座废弃道观前面 院子里满是落叶杂草 主店有进制 我拍了照片发给老爸 没一会儿就收到回复 风魂大阵 风魂大阵我知道 用十七枚沾了童子梅的古代铜钱 我们称为通妹 伪造一个小器官 冤魂入阵 永世难觅出境 铜钱本身经万人手 阳气就很重 加上童子梅 也就是阵法主人的舌尖血 便能起到抑制怨气流动的效果 秦朗峰身上怨气没那么重 再加上中元节对魂体有加成 才误打误撞地跑了出去 我问我爸能破吗 将阵中的阴孽之气 由活服引出 然后用真阳咸封住阴脉 阴气在小器官中 得不到怨气补充 不日便可消散 真阳咸 就是人吐出的血咸 我叹了口 撇了充气娃娃一眼 咬完手只咬舌头 这血光之灾不是你的 其实是我的吧 有了我爸的指示 正不难破 拔了阵眼 果然看到了秦朗风口中所说 囚禁他和那些亡魂的 淘土罐 罐子上课着火聂咒 这也是尽数啊 冤魂困在其中 会如同身处炼狱 火烧水蒸 日日受刑 我爸说过 这种咒法 就像是把人扔到盛满冷水的容器里 然后给容器加热 活活煮死 而这样的罐子 整整齐齐 摆满了大殿 足有几十上百个 我头皮发麻 被杀掉的人 本身怨气就中 被常年累月地禁锢在这种恶毒的阵法里 无法入轮回 怨气会越积越多 再由风魂大阵转化为阴气 补充给不阵之人 他才能以秦朗风的身份 生活下去 玄成道人 就是个疯子 我转头看向秦朗风 你 你没说过 吃了这么多苦 他语气很轻松 却带着点落寞 这里每个魂都是这样的 至少我逃出来了 可跟我关在一个罐子里的其他魂 为了帮我 所以你会救出其他人吗 他又开始不知道从哪往外掏冥币 我有钱 有的是 不够 我可以再去挣 我赶紧按着他的手 不用不用 我能 救他们不算难 火涅咒指对魂体起效 对生人却是无用的 玄成过于自负 应该是没想过 会有魂为了送秦朗风出去 而牺牲自己 也没想过 会有同行发现这里 除了风魂阵和一个小型防御禁制 没有做任何防备 我迅速破阵 把所有冤魂带回了家 算上为秦朗风牺牲的那十九只 一共四百七十二只 却如他所说 都是女生 整整四百七十二个女孩子 死掉了 就算是我爸入行几十年 见惯了妖魔鬼怪 也没见过这么丧心病狂的 他说 这种树尸界的败类 就该投入地狱道 让我放手去做 他给我做技术支持 我心里有了底 想弄清玄成的目的 尸体的去向尤为重要 可这四百多个冤魂 很多因为囚禁得太久 已经神志不清了 什么都问不出来 只有五六个上算清醒 跟之前一样 他们也都不知道 玄成为什么要杀他们 不知道自己的尸体在哪里 鬼插来带人的时候 都惊了 秦朗风的名帝 终于派上了用场 帮冤魂们打点上下 做满路钱 我交涉了一下 才弄到了所有人的基本资料 最早的一个 十七年前就死了 死者年龄跨度不小 从五六岁到五六十岁都有 八字全因 而且所有人的死亡时间 看似毫无章法 却暗合着九命数数 我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玄成去了我家 还试图通过中间人联系我 说要跟我聊聊 从他的态度来看 应该是还不知道 风魂阵被我破了 但是他得不到阴气补充 发现是早晚的事 我嘴上含糊硬着 一直躲着他 在他看来 我是被他之前的小指人 给吓唬住了 七天之后的上午 我开着直播 去了城北的一个老破 小居民区 秦朗峰穿着裙子 冒颜压得很低 只要不对脸看 跟真人差不多 弹幕笑疯了 秦朗峰压了鸭裙脚 傲娇得偏过头去 我堂堂京圈太子爷 你拿我当警权时 就不怕遭报应吗 我盯着一栋不起眼的 二层小楼 憋着笑问他 就是这 他点头 我拿出手机 反手拨了个110 我猜得没错 秦朗峰是真的能闻到 玄城的气息 警察到了没几分钟 周围的邻居 呼拉一下都围了过去 人声鼎沸 像是看到了什么 了不起的东西 我心下一席 居然这么顺利 就发现了命案现场 我费力挤进前排 没成想 小楼院子的地上 趴着几个女人 还活着 全身赤裸 不知道谁给裹了外套 裸露在外的皮肤 泛着潮红 眼神涣散 全都围在衣 各男人的脚下 蛇一般纠缠扭动 嘴里发出暧昧的声音喘息 后面还有几个人 在往外爬 我择了一声 不像是振咒术法 倒像是用了什么下三滥的药 那男人忽略掉众人的目光 只因侧侧地盯着我 眼神像是要杀人 我有点诧异 或 这不是玄成大师吗 您不是已经归隐了 我去秦家别墅外面 抓了只小鬼 得知披着秦朗风皮的玄成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消失几天 他如果想一直用秦朗风的身份 必然要珍惜羽毛 所以我断定 玄成杀人 不会用秦朗风的身体 也不会选择跟秦朗风 有关系的地方 我爸说 他杀人夺失 本就有为天道 需要大量的阴气来维持尸体不符 想要炼成尸杀 大概率是为了操控尸杀 帮他杀人 补充风魂阵内的冤魂 这样 他只要坐在家里 就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阴气 秦朗风顺着玄成的气息 带我找到这里 我借口看到小偷窍门报了警 只是想让警察注意到他 没想到 竟意外撞到这种场面 我见得多了 一眼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那几个女人都是四十来岁的年纪 虽然没穿什么衣服 但是从首饰和妆容来看 有钱 身上阴气不重 更没有将死的死气 玄成应该不是要杀他们 而是在快乐地玩耍 被我误打误撞地给曝光了 难怪他拿眼神刀我 我也弯了他一眼 呸 活该 弹幕早就炸裂了 我靠我靠我靠 这是什么大轰趴 中老年多人活在运动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你们数十圈 这么刺激的吗 现场肯定是没有发现小偷 玄成的行为 充其量是贝德 警察细细查看了现场 询问过后 很快就走了 人也都散了 玄成扫了一眼充气娃娃 眼神很利 秦朗峰条件反射 色缩了一下 随即咬着牙 挺起胸膛跟他对视 你会遭报应的 玄成掐起手指 别别别 你这么大的腕 跟我一个小辈动手不合适 我上前半步挡着秦朗峰 对玄成道 咱来文的 玄成恶狠狠地盯着秦朗峰 半晌松开手指 我松了一口气 他侧过身子 让出房门 冲我道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找我 我让秦朗峰先走 随即暗暗深呼吸 迈不进门 我是打不过你 但是也想试试 他轻蔑一笑 不自量力 我歪歪头 没说话 这套房子 外面看着破破烂烂 但是里面很干净 应该是新装修的 隐约还能闻到油漆的味道 桌椅床柜 还养着一缸小鱼 在普通不过的装修风格 墙边摆着一座 一人高的佛刊 木料和做工都是上乘 仙尘不染 看得出每天都会精心打扫 花果香灯水一样不少 却唯独没有佛像 我微微皱眉 佛刊不供佛 他坐到沙发里 手臂展开 搭在靠背上 不说话 我冲摄像头挑了挑眉 下波喽 咱们回见 割下手机 他才轻哼一声开口 你以为 你抢了那个怨鬼 就能拿我怎么样了吗 不只是那个怨鬼 我淡定道 你的风魂阵 也被我破了 他脸色微变 随即倾笑 难怪 不过那又如何 那种阵法 我能摆一个 就能摆十个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能奈我何 送我去坐牢吗 要知道 我随时都可以再换一个身体 我坐到他对面 遗憾地摊摊手 前辈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坐牢 我也展开手臂 跟他摆出一样拽的姿势 轻蔑 笑道 顶级断命师 今天免费给你批个命 你就快死了 死刑 立即执行 至于坐牢 得等你死了之后 去地狱道 他猛的狂笑 可笑 你我同为术师 你若动我 又为天道 也会遭到反噬 弄不好 就会丢了性命 至于死刑 更是笑话 你刚刚叫来警察 可查到什么了吗 实话告诉你 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杀的人 可你以为 这里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的装修 我脸色一变 就算是把这屋子拆了 你们也不可能找到证据 倒不是完全没希望 证据 证据也是有一些的 我摊开手掌 拿出风魂阵里的十七枚铜钱 这上面有你的舌尖血 前辈是忘了吗 他笑着反问 那又能证明什么 人都死了 你是要抓个鬼 告诉警察 我杀了他们 还是说 让那个充气娃娃指控我 死心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点点头 我是打不过你 就算我爸没有自费双手 可能也不是你的对手 那些尸体 我顿了顿 你是做了人柱吧 他饶有兴慰地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我继续道 从十七年前的锦绣豪亭 盛世兰院 到最新建成的海棠湾 滨江花园 从你最初 帮那些老板选址 盖风水 到你夺了秦朗峰的身份 建小区 做房地产 这些年 经你守的楼盘 这要巧 在地图上 居然能连成一个法阵 你囚禁那些八字全阴 女孩的冤魂 为你提供阴气 再把他们的尸体 浇在地基里 你在下一盘大棋 我定定地看着他 咬着牙 一字一顿道 永生之术 精彩 他鼓掌 真是精彩 就凭一个傻愣愣的活尸 就能分析出来这么多 我还真是小看你了 他连起笑意 抬眸看我 可是证据呢 拆了所有的小区 从混凝土地基里 挖出尸体 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他扫尸了一圈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而在这里 你连个指纹 都不会发现 我耸耸肩 你肯承认就行 我拿起手机 对着摄像头道 我的观众老爷们 都录平了吗 弹幕刷刷刷的 清一色地 录了录了 打死鸭的 连线那边 警察叔叔 还是一脸震惊 但足够专业 很快就正色道 如果装修得彻底 确实很难发现证据 即便是有他的口供 可能也不会 话音未落 大量的警察 就破门而入了 玄城毫不慌张 漫条斯理地喝了一口茶 来得正好 我要报警 他看向我 眼底的笑意 不加隐藏 他给我使用非法药剂 致使我产生幻觉 说出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警方正住了 一个小警察 偷偷拽了我一把 担忧到 这种高智商罪犯 我们打过交道 没有确凿证据 真的很难给他定罪 反咬一口 说不定你还要搭进去 我笑了 我原本还真的很担心来着 我站起身 慢慢走向窗子 前辈子 前辈太聪明了 滴水不漏 我站在佛看前 双手合十败了一败 常言道 举头三尺有神明 很多人都不信 前辈也不信 所以你什么都不公 我知道这房子装修得干干净净 不可能留下任何证据 我手掌扶过勘台 轻声开口 可是这个呢 我看着玄成 语气坚定 你换过吗 他僵住了 佛勘底 沾着很多人的血迹 秦朗峰的魂体 回归之 后 特意来谢我 我故意长须短探地 你家刚刚开工的楼盘里 可是挖出来七具尸体 估计房子卖不出去了 他摇头 能给那个畜生定罪 就算倾家荡产 也值 那倒不至于 我拍拍他的肩膀 放心 保抵死刑 他死了之后的事 就交给我 必遇到 恶鬼到 畜生到 我在明府 也有些人脉 保证他永远都出不去了 秦朗峰点点头 抿着唇眉说话 我轻笑一声 太子爷 这么消极干什么 想为那些帮过你的姐姐们 出一份力吗 秦朗峰眼睛瞬间就亮了 可以吗 我怂怂肩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还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 我冲着摄像头 挑眉 老规矩 三十个嘉年华 带你们去见见世面 我爱你 没你说 我爱你 别你